大家好,我接着把上回的考试说完 第一回是说到准备考试了 第二半部分就是说到老师来到考场 然后现在我接着就讲了就是考试的这三天的情况 考试的第一天就是写作从早上7点15分到下午3点15分发送邮件交作业 然后就打印出三份第二天面交考官 考官发了试卷读了考题 然后他交代幼儿园的主管是可以帮助我的 然后他就走了 所有的课本都可以带上 我的课本包括了三本 就是这本是健康促进工作 这本是专业实践 这本是沟通 然后自己平时的作业全部都可以带上的 第二天呢就是全天执行 执行就是我们正常工作的一天 但是这天你不知道考官会什么时候来 但他们来的时候通常都是那个主要的 他考试的主要目题目这个阶段 比如说跟小孩子做活动 还有 就是看你一天 他考试内容 因为我这里有一点点过两天再说 因为那个题目 我现在暂时不能说还有的同学在考试嘛 但是呢 做活动这个是可以说的 因为这些都是公开的题目 大家都会要经过这一关的 然后考官看我和孩子们做了一会儿活动 然后他就走了 但这些考官都很好的 他就给你一个很鼓励的评语 他就说不错 然后就就交代我下一名考官再来 但是他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 然后第一个考官走了之后呢 很快第二个考官就进到我们的部门里面来 他也是看了一会儿 就是给了一个口头很好的评语 然后又走了 然后他就告诉我今天的考试结束了 其实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回家 你不要白干活了 但是我呢 因为这一天呢 是我们部门要做午餐 所以呢 有一些厨房 而且这一周是我们 我们部门 要清洁厨房 那所以 活会稍微多一点 那我又留下来 直到三点半离开 这之前呢 我就帮助就月圆 小孩子们吃饭的时候呢 然后帮他们穿好衣服 让他们出去 然后就把厨房里面清 就是东西放到洗碗柜里面 然后刷下了锅 因为那些煮粥的锅呢 就粘得很难洗的 然后倒掉垃圾 就这些呢 然后反正这些同事 平时他们也 因为我的那种写作能力上 需要他们很多的帮忙的嘛 这东西也是互补的 你帮人家一点 人家也帮你多一点 其实我们也不是帮人家一点 就是说我们是做事勤快一点 然后人家也乐意帮助你一下 然后 其实你勤快的话 别人同事都看在眼里的 包括我们隔壁的同事 他们也就是那些年纪比较长的同事们 他们每次见到我都会很亲切跟我打声 找我嗨 平 然后他们就会微笑啊 跟你聊一下 简单的聊一下 一般就是人家会对你比较好 友善呢 然后我三点半回到家 其实我写不出来的 因为今天是 这是第二天的考试 第二天的考试嘛 就是你要写下你的评估 你的评估其中包括你 你文字 昨天文字作业的评估 今天现实执行的评估 我刚还忘了 还有一个观察 下午的时候 就是说你要写一个观察 因为这些都是相通的嘛 也可以说的 就是你要写一个小孩子的观察 你可以观察任何 任何事情 然后写完这个观察之后 当天晚上呢 观察是昨天要写 今天也是执行 然后当天晚上 你要把所有的工作 就是书面语 书面文字 要活动 还有那个观察 全部都要写自我评估 自我反 反馈的 就是说我哪里做的好 哪里做的不好 基本上就是这些的 然后 其实我到了网上十点钟 我都还没写完 然后着急的不行了 一直写到网上两点多钟 然后就去 得要睡 睡一个觉 因为明天还有考试 然后 其实睡不着 一直到三点钟 才全部我自己完成 然后早晨七点钟 我就起来了 因为要让我先生 帮我看一下语言嘛 然后 他帮我 让他帮我看一下语言 然后自己 想回头睡个觉 但睡不着 因为你十二点钟的时候 你还有一个 考试就是面试的那种 就是口语的 就是他们跟你对话的那种 那种 然后 七点钟改完 八点九点十点钟 就是不停在那里读 那个 我以为他会考我 那个评估 我一直以为是 他会跟我说 你做的哪里好 哪里不好 那种 然后 读得很好 然后 而且 自己又加了一些句子上去 然后加完这些句子 然后到了 大约十一点半 洗个澡 就去幼儿园了 去幼儿园 然后就把 这我加的那些词 其实我就是语言能力的 自己非常担心 又让他们同事给我看一下 然后我自己又再加上去 一样的 要仪式三份的 然后 给考官看 到了十二点的时候 考官就来了 首先我就把那两份 两份表格 就是 之前的 就是主管声明 就是我在那里工作的 那个声明 要交给 交过去 然后 第二份表格 就是保密签名 交上去 他保密签名 就是说我同意 有可能他们会在我考试的时候拍照 那些 就是我可以写同意 也可以写不同意 然后三份 自我评估交上去 然后交了作业之后 他们就跟我说 你去外面 等一等 然后我就 就去到外面 因为他们就在里面看我的第一天的书写 然后再总结一下我第二天的执行工作 然后他们 我也在外面等也没什么紧张 因为 因为这个都已经考试结束了 你紧张也没用了 然后 然后他们就叫我进去 然后就 其实是给我一个 就是 他们是说 可以说是给我一个考试中 就他们看到我的不足之处 给我一个 点醒吧 就是 就是给我一个点醒 就是怎么样 你会做得更好 当然还有一些 其他的什么对话 什么的 大概我就 其实也不记得说什么了 就 然后 当我知道他说的那些不足之处 的确是我可以在 在弥补的 再可以做得更好一点 然后他们又让我出去 然后呢 叫我等一会儿 其实 然后他们那个时候呢 就是在做评估 就说 该不该 给不给你过关 当我第二次进去的时候 他们俩就很正式的站好 在这里 然后 很正式的 就 我们都很正式的站好 然后他就跟我宣布 就说 我考试过关了 然后就给我一个 碰手肘的一个礼节吧 挪威 挪威人平常是 一般是拥抱 但是因为疫情嘛 就大家不得用 不给拥抱 就碰个手肘 然后 我就听他们还说了什么 就本来说 要给我一个什么礼物吧 就是过关的礼物 但是因为现在是 疫情嘛 所以这个礼物也取消了 反正他们说什么 我都听 都 就稀里糊涂的听的 反正我只知道 我过关了就可以了 其他的 我什么都 都不需要知道了 都可以的 然后 然后他们还会 很友好的跟我聊天 他们说 你为什么老是戴着帽子 是不是宗教原因的 我说不是宗教原因 我说是因为我怕冷的 头皮特别怕冷 而且还 他们就说 如果你用仓的时候 可不可以摘下来 我说 那没有问题 心里想 你都给我过关了 他们就是说 当心那些 比如说一些灰尘 或者毛发什么的 就是让小孩子过敏 大概是这样子的 但是他们也很理解 就是说你的身体的问题 他们也很理解这个的 然后就聊了一下吧 就是因为我来挪威呢 我第一年就滑雪500公里 然后呢 大冬天的 现在就是零下8度了 然后大冬天 零下10度15度 20度我都是骑当车 所以这样就伤害了我的身体 当时前几年还年轻一些嘛 还能扛 但是现在呢 就扛不住了 就 后来就不行了 就所以学习也耽误了那么多年 也就是这样子的 然后 整个过程就这样子 我基本 我就是过关了 然后我现在就在家等着 那个毕业证 等拿到毕业证呢 两个选择 就是也许我自己还在家里 就是加紧学习挪威语言 然后就是同时找工作 其实这边找工作呢 你一下找到固定公式 没有那么容易的 特别是你语言不行的话 那像我这种情况呢 就是说语言不行就没办法 语言行的话绝对没问题 因为像我们中国人干活都 都是很勤快的 就不用说勤快 然后跟小孩子玩呢 这我也玩得来 也挺喜欢小孩子一起玩的 但是如果你语言不够啊 你就是没办法工作 就是这样说的 然后关于那个保密的 保密的 就所以那些问题 题目我还没有说出来 但是当然下次有机会 下次再说吧 因为同学们其他同学都还在考试 然后上一个两个视频 是上周就录完了 这个视频是现在才录 因为我现在也在学习之中嘛 所有的视频都塞满了手机和电脑 然后谢谢你们的观看 再见 录制完视频 发现窗外小路来了 拜拜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